南京一56岁男子 深夜大排档吃饭与人起冲突 持久瓶伤人 致一人死亡 有知情者透露称 玩笑开过了 4月11号凌晨 南京发生一起重大刑案 致一人死亡 知情者称 两人玩笑开过了 据媒体爆料称 晚上11点52分 南京警方接到报警电话称 秦淮区怀青桥一大排档 有人打架 接警后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快速赶到现场 同时医护人员也赶到现场 遗憾的是 一人倒在了血泊中 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我们从现场画面中可以看到 警方拉起了警戒线 周围也有不少围观的人 经过初步调查 警方将嫌疑人邓某 在其家中抓获 随后警方发布通报 通报中指出死者赵某 事发时 几人在该大排档吃饭 期间两人发生口角 随后引发肢体冲突 郑某持久凭袭击赵某 指其当场死亡 目前 案件具体情况在进一步调查 事发后 有知情者透露称 事发时 涉事双方在一起吃夜宵 期间开玩笑的时候开过了 恼羞成怒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有媒体联系了 事发大排档的老板 该老板直接挂断了电话 当然 具体事发情况 我们等待警方的调查 一切以警方通报为准